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啊,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一位大爷,之前他是在事业单位建筑工程退休啊,工龄也有四十多年了,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的退休金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大爷您应该退休了吧? 您现在能拿多少钱退休金? 七千。 七千? 那您应该是事业单位? 你一公里多少能拿七千? 四十年。 四十年?那也挺长的。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啊? 你这工程,工程。 什么呢? 工程。 工程? 做建筑的?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啊? 这不然是事业单位啊?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搞建筑工程的? 啊,国企啊?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那你以前算在国企里面上班? 对,就是事业单位。 就是事业单位,建筑工程的,拿七千了? 你不搞。 你对这个特兽金,你对这个特兽金满目满意啊? 我满马虎。 满马虎。 就是满马虎。 这个,日常生活够了。 因为杭州这边的消费也挺高的。 啊,你一般,你给你老伴一个月的生活费要多少钱? 你正常吃喝啊? 你不知道差不多了。 一个月正常要花多少钱? 一万? 一个月? 吃光用光了。 你给你老伴一个月要一万块钱? 就说哈哈了。 真的假的? 就说哈哈了就算了。 你算了吧,花也花不了一万吧? 一个月啊? 多了不多,都是不多,多了两三千,最多了,两三千。 那你给你老伴的话,这个特兽金加起来,估计 一万五多就差不多啊? 一万五没有掉。 你老伴特兽金多少? 也是七千。 你老伴多少特兽金? 三千,三千,三千? 那是? 就老伴企业单位? 你是刚退休吗?你为什么就这么少?三千块钱? 没退休多久啊? 退休好几年了? 那您觉得这两年那个退休金长得怎么样,长得多不多啊? 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那是那已经不拖着了,那一万一年涨多少钱一年?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不是很好的。 你以前长得多? 每年就是个价格。 就这个? 就这个? 哈哈哈哈 就这个? 对,就这一步亏了你。 你感觉好像挺满意的,你这个退休金。 那样子的已经很好的了,你还该干什么了? 很好了,你这个退休金确实还很好的了。 但是你看你老伴,你老伴这个退休金就有一点低了。 三千多了。 是呀? 三千多了。 你老伴供临多少呀? 他比我三个低了。 低了点? 二三十年? 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也不算低,那跟你相差就很大了。 他起你我 事业一年相差很大。 哎,那个企业事业确实相差很大呀。 你几年多大? 我七十。 七十来的。 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烦恼? 没烦恼。 没烦恼,这个还好。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 没烦恼。 有的老年人退休啊? 他闲着没事干,很无聊。 我正常跟他跳跳舞。 你老年人他不喜欢唱歌跳舞呀? 他又没有人跟他聊天? 无聊呀? 最近他没轮花了。 那你们一般退休之后做什么? 没轮花了就没轮花了。 大爷你一般退休之后? 有轮花的轮花了。 在我跟他中间露气。 那你一般你一天是怎么安排的? 做什么事呢? 没什么。 我们的早上都喝喝茶。 喝喝茶? 下下鸡。 下鸡的车。 一般没事就要西湖外面走一走。 买买小菜。 那也没什么业余的活动吗? 业余的活动打打菜就去。 哦,大大县 不过光那居 victims 有风险的去捂一捂 那不是很好的 这些娿势挺好的 逍遥游一样 有种要开心 散不下 哦,心腿也好 能不能去耍耍牙 耍耍牙 你还幸福啊 那业余活动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活动也挺多的 大爷应该不发什么脾气 我感觉你感觉比较乐 心态好像挺好的 我感觉你说话都哭哭哭 我感觉你不会发脾气 你会发脾气 我感觉你平时应该遇到这么个事 心态不会急 心态比较好 这位大爷事业单位退休 能拿7000多的退休金 他的老伴是企业单位退休 只能拿到3000多的退休金 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退休金相差还是蛮大的 大家觉得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下期见